我们未来培养人才的方向 其实也是有考虑 实施我规划 对香港一些未来发展 指引的方向 比如说我们应该怎么培养 我们金融的人才 科技的人才 从这个方面去考虑 所以这方面我们会从 我们的大学高人教育界 多研究 多看看怎么配合 一个重要的目标 就是帮助台湾区培养人才 这个就是我们教育界 在十四五规划当中 要做的一些发展的工作